学至磨名言,人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记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二你以为我刀枪不入,我以为你百毒不侵,三,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累了,星光也暗了,听着听着,就醒了。 开始埋怨了,回头发现,你不见了,突然我乱了,似是时候了,好好多个女人,穿裙子,扎马哎,你和别人吵架,不敲课,不说脏话,五年少的时候,我疯狂喜欢带我走这三个字,六爱,得知,我信,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现在,我开始怀念,那个撕碎你的信和照片的语言, 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弊西天的云彩,就坚硬的城市里没有柔软的,是由于我们过去习惯在别人面前戴面具,因此最后导致在自己面前伪装自己,十一绽放一地情花,覆盖一片青瓦,十二,如果真相是种伤害, 请选择谎言,如果沉默是一种伤害,请选择离开 十三,我羡慕那世的自己,还有完整的幸福可以撕碎 十四,没有地图,我们一路走一路被辜负,一路点燃希望一路寻找答案 十五年少时,我们因谁因为过世起因静默而同场习武 沧桑后,我们和阴和故静默如初,却宁愿形同陌路 相爱时,我们明明两个人,为何感觉只是独自一人 十六,他说爱你的时候,是无心之过,别轻易感动 十七轻言一句情话,只比一幅情话,玩起一念青纱 看青天边月牙,十八爱情,生活不是灵待遇,不会因为忧伤而风情万种 十九,爱是一场催眠,醒来之后你被学习了令,这就是为什么爱过之后 总觉得不仅失去它,也失去了一部分自己,被爱的人总是早明者 却爱的人反噬灵魂,在每段真心付出的感情中,总有一个人陷进了灵魂,收获了残忍 二十共饮一杯清茶,童言一碗清沙,二十一,记忆的思线就像一种咒语 在每个日升月落将我插紧,他提醒我,不能忘记爱过的你 我是记得啊,我记得,所以我和其他人在一起,一笑都觉得愧疚 所以我和别人并肩行走,牵手都觉得沉重 我要怎样,剪断丝线,再不做剪字符,故成名言 一,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二,我需要,最狂的风,和最近的海 三,我从没被谁知道,所以也没被谁忘记 在别人的回忆中生活,并不是我的目的 四,你默默的转向一边,面向夜晚,夜的深处,是秘密的灯盏 他们总在一起,我们总要再见,再见,为了再见 五,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让它寻找光明 六,命运不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走到哪里都在命运中 七,我把心给了别人,就收不回来了 别人又给了别人,爱便流传于世 八,只有在你生命美丽的时候,世界才是美丽的 九,爱不可怕,可怕的是爱得不够 最可怕的是爱得不够,还要勉强 三,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你说,它就在大海的旁边,像金菊那么美丽 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 十一,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取一切不幸 我要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 十二,沉默,像一朵棒棒的鱼 十三,在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 一切如期而来 十四人时已进,人世还长 我在中间,应该休息 十五应该是一场梦 我应该是一阵风 十六你还没来,我还在等 十七只有在你生命美丽的时候 世界才是美丽的 十八太阳落山了 世界像是一幅巨大的剪影 十九我失去了一只臂膀 就睁开了一只眼睛 二十五合着眼 便是也 永无天明 孩子名言 一,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和你的心上人 一起走在街上 二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太阳强烈 水波温柔 三,公元前我们还太小 公元后我们又太老 没有谁见过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 四,青灯为强 以你为家 一梦为马 不负韶华 五,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 即使明天天寒地冻 山高闪远 路远马亡 六,当我痛苦的站在你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也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七,今夜我不会遇见你 今夜我遇见了世上的一切 但不会遇见你 八,从此再不提及过去 痛苦或幸福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九,我们最终都要忍行 最终都要跟稚嫩的自己告别 十,什么季节 你最惆怅 放下了忙乱的锣筐 大地苍茫 和水流淌 是什么人掌灯 把你照亮 余光中名言 一时尽何如一尽 千名远上慕名 二一切都是盲出来的 没有文化 是闲出来的 三家是讲情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我常说 婚姻是一对一的自由 一对一的民主 四,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 生活中能有人伴在身边 听你轻弹 轻弹给你听 就应该感激 五九入豪场 其分酿成了月光 还有三分笑成锦气 袖口一土 就是半个圣堂 寻礼拜 六天前骂我 说明他生活不能没有我 而我不大力 证明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 其你有乱写的自由 人家就有不看的自由 爸 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 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 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 左手的掌纹 九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 九周一色还是李白的霜 独白 十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 不亏手再来一曲满白头 浪色回头 十一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 你怎能送他一首菩萨吗 萧遥遥 十二前尘阁海 古屋不在 听听那冷雨 十三而就拼一把伞 躲过一阵萧萧的冷雨 也躲不过整个日记 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 听听那冷雨 十四期待是一种半清醒半疯狂的燃烧 使胶着的灵魂幻觉自己生活在未来 十五 你是个独立的人 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 除非你像世俗妥协 写给未来的孩子 十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没有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家宅的船票 我在日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房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帮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乡愁 独立学者 作家 不许启明是林作者整理提供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别忘了按赞哦